白板上面,其实我有放 就是在这边的第几页 你往下卷动的话 大概在第8页 在这里,清楚格式,在第8页 所以以后的话,我是建议各位 我大概会讲一下我放的云端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 档案里面总共29页 里面的第几页,第8页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刚刚写的程式 而且我有把它底色,用成黄色 所以其实应该还蛮清楚的 这个False可以改为0 如果你懒得打,其实记0也可以 然后清除全部的话 其实就是加一个clear就可以了 不过这边的话,会多需要 再多学习一个叫range物件 其实很多时候,Sales指的是单一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 那如果假设你要做的事情都一样的话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话是那个范围的意思 那range很重要 因为以后的话,很多地方 其实都会可能做同样的事情 那你就给它一个范围 它好处就是,知情效率会比较高 而且高很多 那比如说呢,假设我今天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我平常做完报表之后的话 那列印之前一定要画框线 因为预设没有框线嘛 那每次都还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其实还蛮浪费时间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用VBA快速的画框线这件事 然后呢,我就说其实很简单 这地方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要画个框线 比如说框线在这个范围 OK 不过底下这个第八列跟第九列 其实是可以删掉 有没有,这是说明的 你可以把它删除 看起来有点碍眼 但是你会发现 把它按右键删除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发生 什么问题呢? 那个按钮部分怎么样? 它跟着变小 有没有 你删掉了,你会发现这边这两个按钮 所以哦,Ctrl 一下,复原 如果说你不希望删除它的列 而造成这个变化的话 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把这两个 这两个按钮 或者干脆全部按钮 我先针对这两个 你可以选取它,选的话按右键 有没有,按右键再点旁边一下 然后再点这个的话,按Ctrl 键 这个 Ctrl 键按住就是选第二个 选第三个,选第四个 多选的意思 好,那如果你要让它不变形的话 很简单 选这两个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物件格式 有没有,油漆桶 一个笔这个,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设定,叫什么? 栽药资讯 有没有? 栽药资讯里面的话 你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可以选哪一个 有没有? 它预设是这个 大小位置 随 储存格而变 那意思是,如果把它删掉 它就缩小 OK 那如果不要变呢? 我猜得出来吧 大小位置固定 不对吧 固定 位置 还是要随 这个当然不对 只要变的话 这个都不要 这个都不行 不随 有没有? 所以应该选这个 OK 所以你只要选最下面这个 大小位置 不随 储存改变 这两个 其实理论上 应该是全部都把它设定为这一个 这样以后 它就不会变形了 只是说 因为我觉得只会影响这两列 按确定 好 再试一下 这两列把它删掉 有没有发现 那两列呢 就不变了 但是好像底下跟着变 哪一个? 这个 最好 最好 一劳永逸 所以你 你干脆整个全部变 这边 按Ctrl键 Ctrl键再去选 这样就可以多选 按右键 储存 物件格式 全部 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 好像改了 一定要全部改 按右键 把它删掉 有没有? 旁边的按钮 稳如太删了 OK 特别注意 因为以后如果你的按钮越来越多 有没有? 如果你会写VBA的话 理论上按钮会越来越多了 那你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就多重 加一个多重 然后清除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什么? 画框线 那框线的话总共会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呢 是按下它 可以帮我把这个框线 A到H的框线 全部帮我画出来 不是要你手动 所以这个按钮按下去 全部画 那这个按钮的话是清除 这个按钮是 比这个按钮还要再进阶 把这两条线 变成双线 其他线还是一样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这一条 跟这一条 有没有 只有这一条 跟这一条 我要画双线 也就是上面的话是 蓝名 然后这一条的 左边 是 它的名称 OK 那如果我想要做这样的效果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三个按钮 你想说程式会很多 跟我讲 完全不会 这一个一行 这一个一行 这个的话三行就好 OK 那怎么做? 其实最重要的 那个物件 就用Range OK 那Range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我先清掉它 这个 我就直接一样 就从这边 Visual Basic 然后呢 我们一样 加一个Sub 名称叫什么? 加框线 底线 有没有? 红色框线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只要把它按个Enter 假设这样 这样 有没有? Enter 好,就有了 那我要如何撰写 这个 加框线 然后全部都红色实现 很简单 第一个你只要 知道你的范围在哪里 范围的话是Range 有没有? 然后从哪一个除成格呢? 从A1 冒号 这边说哪一个除成格是左上角? 哪一个除成格是右下角? 欸? H多少? H7 对不对? 你就在这个地方加一个H7 然后双引号 后刮弧 点下去之后的话 再来什么? 一样嘛 跟刚刚一样 什么? Bolder B开头 Bolders 这个 的颜色 点Color 各位有没有发现 Range跟Sales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它加了框线 加了刮弧 你现在点下去 Range它没办法提示 但Range会 OK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比较大的不一样 然后颜色的话 给什么? 给红色 RGB 刮弧 255 斗点 0 斗点 0 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就写完了 一行而已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吧 所以 如果你要画框线 就是这么简单 一行而已 那如果它清除掉的话呢 一样嘛 你就再加一个清除框线 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呢? 就刚刚一样 点什么? 一样点Bolder 但是特别注意 去除掉的话 还记得吧 不是Color 是ColorIndex 等于什么呢? X L 什么? 没有 这样的话 就清楚了 这个范围的框线 帮我清掉 有没有 就清掉了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 所以以后 假设你要画个框线 假设要列印出去之前 然后画框线 那你就直接什么 用VBA来做 有时候反而更简单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这一条 这条线 应该是这一条吧 然后跟这一条 是要双线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 这个地方 我把它删掉重来 只要把这一个 复制到这里 然后名称叫什么? 名称的话叫什么? 红色双线 这边的话改成 本来是 红色实线红色 这边把它改成红色双线 那其实都一样 也就第一个 一样是把这个线先画出来 只是还要变两条线 哪两条线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可是问题呢 Range的话怎么选?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选A1到H1 的下面这一条线 的下面这一条线 所以哦 你可以怎么 用这个来改好了 A1到H1 的下面那一条线 点Bolder 特别注意哦 Bolder指的是全部的线 因为有上面 有下面 有左边 有右边 如果你要指其中一条线的话 关键来咯 刮斧 有没有发现 刮斧的话意思是说 你要这个框线的哪一条线啊 有没有它有很多条线 那其中的话呢 我要的是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 下面的那条线 应该选哪一个 H 应该是底下的吧 底下应该是什么 Button才对 有没有 这是左边 右边 上面 然后水平 垂直 等等的 我们选这个 Button就是 这个A1到H1的Button这一条线 OK就是这样哦 所以哦 这个 Bolder可以再选哪一条线 的颜色 所以点Color 也不对哦 应该是点Color都一样 应该是点它什么 它的线条样式 线条样式变双线 有没有 所以线条样式的话是哪一个 才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对 LightStyle 线条样式 只是把它翻成英文中文而已 OK 等于 什么了 双线 那问题来 双线要怎么叙述 你不能打个中文叫双线吧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LightStyle上面按一个F1 它会跳一个说明给你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点击进 LightStyle的参数 它会出现什么 线条样式 那如果你是给的名称是要双线的话 应该是哪一个 双线在这里 就这个 叫XL Double 所以你就把这个XL Double 复制起来 贴到等于的后面就可以了 其他还有这么多框线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也不用背 但至少你要会 一个方法 记得LightStyle上面按F1 然后跳出来之后 选这个超连结 就会有这些 你就选XL Double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LightStyle的后面 这样就OK了 那如果一条线OK之后的话 那另外一条线A1到A7 所以 这边的话可以怎么 应该是拿这个来改好了 然后改的地方其实差别在这里 应该是A1到A7 看到没有 然后它的哪一条线呢 这个应该是刮弧 然后你应该是那个范围的 右边嘛 对不对 右边应该哪一个 H的什么 Write 应该没错 这个OK 所以有的东西特别注意 VPA里面这个环境 它不是要叫你贝的 有的时候是有清单 你可以用查的 而且这些 这些名称的话 其实很多都是 不是很复杂的英文 你可以用猜的 所以有些东西 我不是用贝的 因为我看到我大概就知道选哪一个了 OK 只要不要选错的话 理论上效果应该就出来了 有没有 右边一个是下面那一条 一个是右边那一条 然后都是把它化成双线 好 那做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按F8 F8就一行一行跑 这个是 全部的线 然后再来是 这个是 那个范围的下面那条线 这个选到 有没有 这一条有了 OK 然后还有这一条 这一条的话是 这边的右边那一条 F8 有了 结束 OK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画线了 当然其实 没有几行吧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画框线 应该远比原来想象的还要简单吧 我觉得 而且还蛮方便的 最后的话呢 一样做三个按钮 一个是画实线 画清除 然后再把线给加双线上去 OK 那这个部分的那个程式 如果各位要参考 一样可以到那个逻辑函数的 在这里 第九页的地方 刚刚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OK 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